今年在电视上播出的很多剧,无论是演员方面,还是剧情的用心程度,也算是有很多的进步。 但是最后却并没有收获到人们理想中的收拾,水花也没有很大,但是在这平淡的收拾下,香妮却脱颖而出,收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欢,其实这剧真的还是十分出色的,除了一种年轻演员的良好变现,还有其中的一些造型,特效也都做得很好。 而后来因为故事有些虐心,像很多观众都哭了,同时也更加喜欢这部剧了,当然这部剧能够十分受欢迎,主要除了演员的功劳,主要还是宣传的十分好。 在宣传的时候,杨菲也一直拉着自己的一众圈内好友宣传,那么张艺山自然是跑不了的了,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了,从小到大,虽然互损了很多,但是两人的友谊之情却很难得见到,人们对于他们两个认真演戏,也十分真实的人都特别喜欢,对于两人的剧也十分看好。 张艺山在宣传的时候,还称自己也在这部剧中有出演,于是吸引了很多网友,一直在小剧中的他到底在哪里,不过网友们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于是便想着他,是不是演的是远达这个角色,最后他站出来表示自己亲饰演的,一个难受的胃,人们才知道他演的是什么,于是便忍不住调侃如此耍宝的他演的角色不仔细自你还真的看不出来, 虽然他真的很皮,让网友们白白找了好久,但是这也算是,他为两次变相的宣传,所以还是让人们觉得有些感动的,各位是真的好友啊,他们两个人现在成为了十分成功的演员,但是在之前他们也被受煎熬,还忍受着长谈同心的称号,如今通过他们的努力,才收获了人们的肯定,相信未来他们会更加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